这赵仁晓 是吗? GTV我见过这个东西 带着亲切的微笑 以及一口标准的中文问候 赵仁晓冲洗了本台特地为他举办的小型营友会 现场来的清一色都是女影迷 让赵仁晓是又惊又喜 面对他们不但有问必答 签名握手和赵刘聂样样都不满呼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我都很新鲜 我都不知道 这么多人都不懂得喜欢我 不得太好 我都不得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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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仁晓在韩国刚出道时 便以少女杀手的形象深植人心 受到许多女影迷的爱戴 而台湾fans这回更是把握难得的机会 询问她是否有可能和台湾女生发展一国恋情 而赵仁晓子像是在考虑终身大事一样的 相当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 来台第二天 赵仁晓已尝过了许多台湾小吃 也到夜市小逛了一圈 不过她表示 结束了满满的通告以及访问之后 最想到海边走一遭放松心情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她的作品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来一遍 然后 GTV上播放松心情 《别人所谓》也很关心的 爱你 谢谢 你好 方韋台中会议采访报道 我听得懂 她说她看了《甜蜜蜜》那个电影对不对 对 对 对台湾有些印象 对她来了之后觉得台湾很好 没错 对 对 怎么听得懂啊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 讲成日文了 不过那个 所以是为了摄心这部戏来台湾 然后里面是在讲姐弟恋的东西 那她自己呢 那她自己对于姐弟恋可能 她也可能会发生在胸上 对 《 mulheres为了摄心》 突发现在大少年多ать chain 選人 比方喝 诶 不是 一小ISE 二小 danger 他現在才22歲 他現在22歲 他在韓國是模特兒出生 然後因為演了射星之後 又非常的受歡迎 韓國是23歲 然後台灣年齡是22歲 因為他們有算虛勢 那他喜歡什麼樣型的女孩子 他喜歡什麼樣型的女孩子 女生都喜歡 女生都喜歡 開玩笑的吧 好 那就好 他在韓國是模特兒出生 然後因為演了射星之後 又非常受歡迎 韓國藝人他們通常都是多元化發展 他接下來會不會出唱片 或是其他方面呢 如果他出唱片的話 就是他現在愛他的粉絲 他怕失去他們 所以他不敢出唱片 所以他不敢出唱片 我聽他講話 他好像是 有一個腔調對不對 他是真正的 就是在韓國出生的 還是說有去國外唸書 韓國藝人聽到韓文 他講話是不是有一個特殊的腔調 他講話是不是有一個特殊的腔調 或者是速度很快對不對 速度是快 可是沒有什麼腔調 他平常私底下 他喜歡做些什麼樣的休閒活動 就比如說去舞廳玩 還說喜歡去運動等等 快樂 難怪誰有了 Not necessity 何 wiping人的感覺 音樂 音樂 也好 音樂 全部 可笑 pada CԲuch 提到 PS2 同時 imiz 股票 她們經濟公司有組了一個團體打足球的團體 然後禮拜四的時候都會打足球 每月開始打足球 每週目標 每週目標 還有才華 然後另外因為她22歲現在應該還是學生嘛對不對 那她演戲的時候學業怎麼辦 怎麽樣堅固兩方 學生이시잖아요 근데學生是怎樣 연예인이고學生是怎樣 我... 現在1學期結束了 所以2學期的時候 會有努力做的 目前來說啊 就是都沒有去上課 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她說現在第一學期已經過了 等第二學期的時候 還在學學校 對 努力的去上課 那因為她的戲現在在台灣已經要上了 然後她對於這個戲她自己的表現 她給幾分 霍姐能不能特別介紹 現在很多部分 導牙可以說 這麼個 bumped 她說也看過大愛實演的,在韓國波的流星花園 然後她就說您也知道,您也是演員,您也知道 就是給自己評分數她覺得很困難